字幕 by servir 新鮮 好好 大家先走了 好 謝謝大家 今天好高興 看到了吧 全港裡面 我暫時知道是第一次有一個叫做達摩羅漢的畫展 你們有沒有去其他地方見過 因為可能我是孤陋寡民 未見過 不代表真的沒有 但是我們這裏麻雀少 敦煌壁畫的風格齊全 知不知敦煌壁畫是甚麼風格 就是三個字 物質質 通常畫展會不會粘長紙 不會的 通常一幢牆裡面 就是打光九盞大光燈 然後就拍一幅畫 這幅畫裡面就用雕龍雕鳳的畫架 其實上面畫了三條草 很高檔的 真是展覽 也見過畫展 放幾個紅拔藍袋裡面 就是買了五十萬 寫到裡面的東西都有天下無敵 當觀眾白癡 就是一個很名貴的行動藝術展品 聽著 放幾個紅拔藍袋 我亦都見過一次 他就沒有那麼離譜 他就是放一條短褲和一件T恤 掛在這裡 這樣做藝術 都多了一些東西 都不錯了 整個牆壁 打光燈 然後就照著藝術品 通常這些 我想多數的智障人士都喜歡去看 我就不看了 對不起 好像得罪了現代藝術 我真的沒有那麼高的智能 去欣賞我的 擺一個紅拔藍袋 當一件藝術品 擺一件T恤 擺一件短褲 不知道有沒有洗到 可能他不用才保留那種原汁原味 不過當然不會問一下 大家覺得 今天的淡了畫展 好不看呀 大家多勉強 多勉強 今天可能是最後一次的畫展 這樣的反應 要扮到很興奮 好美 我們才肯再來畫展 開玩笑 沒所謂 各花入各眼 今天是我們再次跟華裕講堂 香港法研究所的 優秀的花言畫師 他們將他們的多年以來的 有關達摩 和羅漢的 畫作 展現出來 當然以達摩為主 就是 有不同的花言畫師 有不同的畫畫 有些是黑白 有些是彩色 有些是蝕妖畫的風味 我除了教法學之外 是有教畫畫的 我是用教研究所的方法 教一些花言畫師 教我的學生畫畫的 當作每個都是 博士班的研究生 讓我們發展自己的才華 自由創作 當然基本不乏當然要教 但是最重視 就是那種的創意 而且我們的內容是佛法 不是風花雪月 你不是看到有很多詩嗎 很多人都知道我教 畫院的風格是這樣的 當一個同學 當一個學生 當一個畫師 他畫了一幅畫之後 他就會拿出來給我看 我就會立即問 你畫這幅畫有什麼心意 因為我們是大人來的 畫幅畫 總是不多不少有自己想表達的心意 大家就會告訴我 自己的心意 如果留有空位的話 就像這幅 這幅 三心不可得 就沒有空位 就不作詩 就這樣提字 如果那些同學 畫師喜歡 我在上面提詩 他就是預先會留了空位 給我提詩提字 他們拿了一幅畫 講了他們的心意之後 我就即時作一首詩 即時提字 全部都 即刻 即刻 舉個例子 這個 達摩祖師有隻小老虎 可不可意 開不開心 陳傑兵 忽然畫師 就說 這個真是 達摩祖師 也是 很慈悲的 就是很愛惜眾生的 跟著就有 眾生平等的意思 大約講這些意思給我聽 我就立刻作詩 大慈大悲 敏群身 菩提覺法清靜心 文趣 虎子 小翠了 眾生平等 修道恨 眾生平等 佛道恨 看到兩隻翠了嗎 遠看 未必留意到 近看就看到一隻小鳥 小翠了 這裏有隻小老虎 小虎子 將大慈大悲 敏眾生 敏群身 我們是佛法 達摩祖師一定是大慈大悲 佛教教我們慈悲 就連敏眾生 然後菩提覺法清靜心 就一個覺悟了的 我們是 有這個清靜無染的 自性清靜心 然後 老虎很可愛 文趣 虎子 小翠了 又有一隻很可愛的 小老虎 也有隻很可愛的 小翠了 然後 說出 眾生平等 佛道恨 眾生平等 大家都懂得聽 這幅 本身表達的意思是 眾生平等 所以有些人問我 現在 研究所裏面 接近 現在開始進入第四年 為何每次作詞都可以不同 我就反問你為何每次作詞都會不同 因為每次每幅畫都不同 每次每個花形畫師表達的心意都不同 我就是度身訂造的 是unique 是獨一無二 所以 立即 根據畫面 根據你的心意 然後寫一首詩 好 現在我們請花形畫師陳雪瑩 這幅就是 他創作了的達摩祖師 雪瑩你出來道長這一幅 說少少 好 給點掌聲 這幅就是陳雪瑩 這一幅 是不是這樣才好權威 這樣才行 好 這一幅其實 是講達摩 拿著一個瀑 那個瀑是甚麼呢 瀑其實裏面有水的 就映照了 月亮 天上的月亮 其實是講我們的自性清淨的心 心如明鏡一樣 沒有雜質的 所以如實就已經倒影了在他的瀑裏面 其實達摩的畫 相對地 對於我們來說 是更加容易表達的 因為他不花巧 本身達摩都是很簡單的一個形象 但是他的閒味是很重的 所以 基本上我每一幅創作 都要想一下 我的中心思想是講甚麼 而這一張我就是用了這個自性清淨 來做這個主題 老師就幫我作了這首詩 寫 明月光華 頭撥中 自性清淨 玉玲瓏 清清脆蟲 言髮身 萬里蟬身 浪迫空 其實是講天上的明月 亦都在講 就算是一棵樹 都在冰髮 又好像剛才 有雀仔 有動物 其實都是在冰髮 看看究竟 那個畫師是想表達甚麼內容 又好像這一張 這一張其實都是很簡單的 就是一個達摩合拾 向著天上面 天上面是甚麼呢 是一個佛影 我沒有很細節地去畫佛 因為我覺得這個影 就是在我們心裏面的投射 就是我們心目中想要的東西 這個就是這樣清淨 就是一個形象就已經夠了 不需要太花巧 伴了一些蓮花 蓮花其實代表清淨 而詩就是這樣寫的 飄紅妙法蓮花症 四處山間浮佛影 達摩祖師道海內 閃發明心見智性 無論去到哪裏 只要你的心是有佛的 基本上你去到哪裏都會見到佛 這個意思就是這樣 這兩張之外 這一張 這一張其實是很簡單的 基本上 老師也只是提了四個字 如魚不動 如畫中所見 你會見到 達摩祖師在這 瀋修 瀋定 非常之專注 香濃無煙 而背後就是一隻很凶猛的老虎 老虎是一種很凶猛的動物 基本上這一種是說我們的念頭 因為我們的念頭 其實一念接一念 是真的可以很不斷地 去 纏繞我們 去滋擾我們的心 讓我們的心亂 所以我就用了老虎 來表達那種 心亂如麻的感覺 而 你看到達摩可以這麼靜 完全不受外界的滋擾 就是在說禪修 其實最想要的境界就是這樣 就是 如魚不動 就是要定下來 而這一張 達摩其實就這樣 站在那裏 拿著一塊樹葉 也踩著一堆樂葉 其實是說什麼呢 就是說我們無常 因為花開花落就是無常 所以我就用了 樹上的樂葉 來表達 就是這樣 有樂 自願有生 在樹枝上面 也有生生命 在那裏 長出來的 而 這一首詩 相對地比較長 內容比較豐富的 就說 寒來暑往 秋幼稚 金風輕吹飄樂葉 四季往返自循環 生來留住總而滅 無常事上平常事 就是這樣 這句就是我最喜歡的一句 就是這麽平常事 但其實已經在講佛法 就是在講這個道理 我們不需要太執著於這一刻 葉子都下來了 不開心 好像很 很淒淒 但其實只不過過了一個季節 又再有生生命 又是春天的到來 所以就叫我們不要執著於那一刻的景象 而這一幅呢 這一幅呢 這一幅就是 基本上就是 達摩祖師 初初來到 我們 中國 是來傳法的 梁武帝 很熱情款待他 但是呢 當他問達摩 我又 我又起了這麽多佛寺 又收了這麽多佛經 又吃素 又成這樣 又禮代僧人 做了這麽多的好事 究竟我有沒有功德的時候呢 達摩就說 沒有 你是沒有功德的 於是 梁武帝 想不通呢 就覺得 怎麽會呀 我做了這麽多事 怎麽會沒有功德呀 那麽其實呢 亦都在說 我們做了很多好事呀 但是如果你整天都 只顧著自己做了些什麽好事 而 在我們佛教來説 太過著相的話呢 其實這些真的不是什麽功德來的 只不過是一種福 是的 我們世間的福德 是自己在這裏儲之糧 但不是說 整天都要掛在後順邊 那麽這個就是 我創作的一個 一個想法啦 那麽而老師呢 亦都幫我寫了這首詩呢 就是這麽寫的 造字道爭寫佛經 人天小果素不清 有漏功德如幻影 靜置妙緣功德成 體字空直 不細求 聖體第一 確無性 那麽我 基本上就把功德這兩個字呢 好像一個幻影那樣 就在達摩手上 飄走那樣 那麽其實 我們 他不是不鼓勵我們做好事 只不過是希望我們 我們不要經常記掛著做好事 去計算 不需要的 因為 人在做天在看 所有東西其實有因有果 將來天會跟我們計算 就是這樣 因果自負 就是這樣 都想得好不好了呢 好啊 嗯 都想得好不好了嗎 好啊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